嗨大家好,我是个馆长 今天我们想用这一集游谈课Light 来简要的没有稿子的情况下 来赏息一下这个星际拓荒 那么Ultar Wilds可以说是我这些年 在有记忆的开始玩游戏到现在最独特的一次题 首先话要说在前面 这款游戏呢,它作为一款独立游戏 它作为一款非标准的工业产品 它会有很多让可能大部分玩家 包括我在内都不适应的地方 有不少,比如说它很弱的引导 比如说它有些很多地方 在时间循环设计上的重复 可能都会导致你的心态 如果你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玩 产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体验 但是纵使这款游戏有它不少的问题 有它劝退的门槛 有它不合理的地方 但我依然认为星际拓荒可以说是 某种意义上真的是电子游戏的奇迹 因为你很难想象我们居然能诞生一款 如此极具想象力的作品 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特别难得 就算是在独立游戏里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批判吧 你可以觉得说现在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同质化 已经越来越失去那种万分惊喜 说你很难说在现代的这些游戏里 包括说不一定是3A 二线游戏也好 稍微大排一点的独立游戏也好 你很难体验到那种 哇游戏原来可以这么设计的惊叹感 当然也不是说 不是说你一个游戏必须要在机制上有多创新 像我自己更最喜欢的几个游戏 其实都不是说在机制上有多创新的游戏 但我就是最喜欢的 但星际拓荒为什么它说 我可以说它是最独特的游戏之一 就在于它打破了你对于电子游戏的一个传统范式的追求 归根结底星际拓荒是一个什么游戏呢 它是一个解谜游戏 它是一个怎么解谜的游戏呢 它是一个利用时间循环解谜的游戏 其实它会让我有一种在玩掠石月坠 Mooncrash 或者死亡循环的感觉 它会有那种感觉 但是它的特点在于 它利用这个几乎无引导的这个沉浸手段 去利用了沉浸式模拟游戏的框架 也就是给你设定好一个规则 然后你可以去随意玩耍随意发挥 基于这两套给你塑造出的一个解谜方式是没有目标的 你可以说是漫无目的 那它如何引导玩家去往这个方向走的呢 它做的方式就是一个 未知 它在它利用这一种卡通画 你可以说卡通夸张化的画风 星球设计 设计的这些风格迥异的星球 大家想必就算没玩过 应该都知道 黑几星 深巨星 深巨星就是一个深海口具 然后还有什么双子星 对吧 还有这个黑洞 白洞 包括如果我们要谈到DLC的话 它的DLC还有这种深空废弃太空战 它基本说是把太空的 我们常见的一些太空的元素 太空对于太空天体的想象 把这些元素给你 你可以说它简化 也可以说它浪漫化 它把这些元素简化了以后 再通过一个游戏内的 一个完整自洽的物理系统 给它构建出来 你可以说一个星球那么小 怎么可能有生态环境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木炉星 不可能 它这个什么轨道 但是大家不要看它 这么一个表现形式 因为可能光这么说 有的朋友会觉得 你说一个表现 这个太空探索精神的游戏 但它却一点也不硬 它的太空的天体表现 这些东西都不合逻辑 那它怎么表现探索太空的精神 所以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特点 它是在利用这些浪漫化的手段 去极尽所能的给玩家最直观的展现 太空里最壮丽的景象 比如说你一头扎进深巨星的那一刻 你一头扎进黑脊星 面对安康瑜的那一刻 那一种面对未知的感觉 包括那一种你如何进行游戏的 这个流程安排 其实你都是不知道的 当然它在后续更新里 给了你一个实时地图 给了你一个面板 就因为它一开始提示实在是太不足了 导致很多玩家是没法玩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但如果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玩这个游戏的话 一定要在一个你很有耐心的时候玩 你要在一个你不在乎为他 花多少时间的时候去玩 你甚至可以拿出你的笔记本 拿出你的iPad也好 上面写写画画 勾勒自己的线索 它虽然会写线索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么做 你会对这个游戏更沉浸的感觉 驾驶一艘小船 就在这星际间 在这个星际间漫无目的探索 发现了什么线索就记下来 然后想想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它整一体的这个未知 其实就是它探索的原动力 它的探索并不是用目标指引 并不是用奖励 或者说不是用传统的 可以量化的奖励 去鼓励玩家探索 它给了你是最基本 最原始的那个对于未知的感觉 比如说当你发现每个星球 它不同的运行逻辑的时候 比如说当你发现 余劲双星这两个星系 会因为时间的运转 去改变地貌的时候 你在这些时候 你发现了这些线索 你对于未知 哇哇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再可以去进一步探索 说我在每一次时间循环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先干嘛 后干嘛 我这次要去 这个地方 我这时候能不能去 这些一切 其实都是根据你对于这个宇宙的观察 这个宇宙虽然是22分钟重置一次 但它每次的模拟 却是真实的 无论是你飞船的轨道 重力 还是它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 一切 比如说你甚至可以利用一个对准的重力炮去发射到太阳站上 太阳站是围绕着太阳的一个空间站 你是很难停上去 因为太阳的引力太大了 非常非常难 当然也有也确实有人达成这枪壮举 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游戏内的各种规则 利用你对于场景的观察 哦 那个星球上有这么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往往当你觉得哎 我可以利用这个东西达成某样事情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成立的 这就是星际拓荒 我认为它是一个沉浸式模拟游戏的原因 大家总是说沉浸式模拟游戏 你很容易想到生化奇兵 网络奇兵 掠食 耻辱 杀出重围 神偷等等游戏 这些比较传统 甚至说比较定势 虽然呢 星际拓荒也是第一人称 但你乍一看 其实你感觉它和沉浸式模拟没有半块钱的关系 但它真真确确就是沉浸式模拟 它对于太空浪漫的探索 还在另一个层面上 就是探索真相的人 它是在追寻一种宇宙的真相 它是在自己的主线 在自己的剧情里设定了一个 这个属于这个宇宙的真相 属于这个宇宙的结局 那么它在这一套框架下 给你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一种 虽然我们人类并不知道现实世界的 我们的所谓的宇宙 它的真相是什么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们的每一颗原子 每一颗粒子 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元素都来自于星辰之中 我们自然而然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里有什么 我们从哪里来 那么就算我们没法在 我们的宇宙的这个科学上 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一点也就像星空一样 我们不可能说 它能探讨的是我们现实的宇宙 星际陀荒更巧妙的是 它采用了一个外星人的视角 就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人类 它是一个四眼仔 四眼仔种 对于它们来说 它们的宇宙有它们自己的真相 但是即使那个不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那是游戏给我们设定的一个最终的答案 但是你在一步步从你觉得一个看似稀松平常的环境 去越来越深入的触及一切的本质的时候 那个过程就如同给你用简洁直观的方法 给你浪漫化了整个过程 能让你在短暂的这几十个小时内体验到那一种震撼 是的 你获得的并不是真实的知识 不是科学研究的艰辛 也自然不可能比得上那种级别的成就感 但是你获得的 从中获得的情感是一样的 从中获得的触及本质的人类最基本的 对于好奇心的这种无上的追求 对于你内心的真实的写照 满足你的好奇心这些方面是星期通光做的最好的 也是我觉得近些年来 所有的探索游戏里能给你情感冲击最大的 特别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件事情 包括玩过的朋友 如果你试着什么都不干 你在一次循环开始的时候开着飞船就往你的太阳系外退 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你会慢慢的发现宇宙的凋亡 你会慢慢的发现一颗颗恒星变成超新星 在璀璨的光芒下在璀璨的光芒下并发出最后的火花 你会感受到在电子游戏中前所未有的对于宇宙对于太空的一种 说不出话的敬佩一种发自内心的 赞他 这款游戏因为他展现出的根据他的机制也好 他没有引导的虽然对我来说其实有不少的问题 但是他整体展现出的这个游戏的基调 他的配乐 他的表现形式 无关于他卡封于封 无关于他科不科学于封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能展现出的这一套对于宇宙探索命题的 终极的浪漫情感冲击是我从未见过 也是很难描述的 虽然他的DLC 深空之眼 说白了是个恐怖游戏 真的是个恐怖游戏 但是其实他背后的 当你知道了他发生了什么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他是恐怖游戏 他的命题就在这里 他在探讨不同文明的走向 不同文明的看待事情的方式 不同文明内部对于宇宙看法的分化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一句话 当这些文明知道他们能触及宇宙真相的时候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极其向往这件事情 他们都想知道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为此他们不惜赌上一切 直到他们可能发现了这个真相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自己来不及不接受 他们还才会做出一些 非常你会觉得疯狂的举动 那么这就是一心拓荒代狗的感觉 总体来说这个游戏 你可以说他的系统设计很薄弱 你也可以说他的系统设计很精妙 精妙就精妙在他做了目前的电子游戏 不敢去做的事 他通过 你甚至可以说他通过 家与玩家这一种不知所措 这种迷茫 甚至一种痛苦 让玩家明白 探索宇宙的艰辛 以及未知的本质 所以说如果要探讨星际多方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远远跳脱出游戏的范畴 你可以去探索一个文化作品 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主题 算是浪漫化到极致 是不是这个代价 就是要让用户 玩家 读者也好 观众也好 去感受到角色所感受到的东西 其实我这边可以说一个题外话 我这边说一个扯很远的题外话 就是2077的黑梦 黑梦这个bug 当时这个黑梦这个bug 真的给我一种情感上的冲击 就是我当时不敢想象 为什么会有开发者这么大胆的 敢于给用户 给玩家传达如此负面到极致的情感 当时黑梦那个bug 在前面大家知道有场追车戏 我是完完全全 莫名其妙就全打过了 所以我没有体验到一丝的不对劲 直到我打完去参与讨论 我才知道这是个bug 当时我在动态也好 地方本来打算写的那个评 也就是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胆的游戏作品 他如此直观的在长达那么久的黑屏和闪光中 配置光靠配音给玩家传达极尽绝望的困惑感 听着窗外嘻嘻嘻嘻嘻的雨声 听着你曾经朋友的耳语 你却什么都看不见 你感觉自己的生命被终结 一却又被死亡 却从被死亡线上拉回来 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你万念俱灰的感觉 为什么要填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星际拓荒 他的所谓的无指引 给我的是一样的感觉 他给我的是 如果大家之后看我会传的直播录像 可以看到我有很多次 我都心态已经不太对了 我觉得哎呀 这个游戏怎么这个样子 好烦啊 为什么我这一次时 我又要重来 应该给我个存档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又要去查攻略了 我怎么着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态 已经有了问题 真的 我觉得不是这个游戏的问题 而是我们心态的问题 我们从游戏里到底渴望得到什么 有的时候 你从游戏里渴望得到的是 所谓的成就感 但这个成就感 是不是你真的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还是一个被量化的成就感 所谓的completionist 这一个玩家定位 去百分之百完成每个事情 每个给你定好的事情 这一件事是有成就感 但是它是否只是成就感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种量化的表现形式 那一种非量化的表现形式 对于沉浸式模拟游戏 想给你的感觉 对于这种非线性叙事给你的感觉 对于这种完全靠自己的一个探索 一个世界运行规则的感觉 是当今极其缺乏的 可以说是你这五年 你想不出第二款 像星际拓荒一样 去敢于让玩家体验这个真正的发现 探索发现过程的游戏 所以我说这个游戏的体验非常独特 这也是为什么 像我刚才说的 我对这个游戏有很多的困惑的 不解的甚至难受的时刻 但我依然会觉得它是一款 绝无仅有的作品 如果你问我要给它一个分 不是九分就是十分 如果我是考虑到现实的因素 我游戏设计上的问题 可能给它九分 但如果你问我 你主观给个体验 你体验完这个游戏以后 你觉得这个游戏的体验 处在什么级别上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顶尖的 难以取得的体验 所以我推荐所有 所有热爱星辰大海的玩家 所有热爱探索未知的玩家 都应该去试一试星际度 我知道这款游戏可能 它的门槛要求在着 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 现实生活很累 你不想说我在游戏里 还要这么累的去挖掘探索 靠着无指引去完成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起码 大家应该试试 而且如果大家 有但凡有机会 说有一段时间 我可以静下心来 在时候 那就更应该去试试这款游戏 你可以尝试着 去尽可能的不靠攻略走 当然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看看 无所谓 但我相信 就算你看看攻略 你也一样能获得 它想通过 这个游戏给你的感觉 想通过游戏告诉你的 探索两个字 到底是怎么写 探索两个字的魅力 到底能达到 拉满了怎么样的一个地步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游谈课Light 我推荐所有玩家 都去试试星际度皇 这绝对是一款 你不应该错过的作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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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